天啊,徐千千竟然被打了 而这一切的导火索就是我们浪爷写的那本《风月无边》 就在当前,同样看了《风月无边》的张静怒气冲天地来到徐家 就这么将徐千千一巴掌打懵了 此刻张静像是发了疯一般责骂徐千千 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将沈浪杀了 而徐光允在一旁只是捂着脸 仿佛这一巴掌不是打在自己女儿脸上一样 徐千千委屈,但她没有说出口 只是缓缓抬头看着张静 张公子,当你未婚妻受到欺辱 难道你只会变本加厉的泄愤而不是去维护吗 听到徐千千的话,张静更恼羞成怒 她当然知道当一个男人打女人的时候就是最无能的时候 但她心中的那团火实在是无处发泄 狠狠地垂向旁边的地板 顿时地面被砸出一个深坑 她后悔啊,自己当初低估了什么 如果当初手段狠一些就不会让自己陷入现在这种局面 此时徐千千走到张静身后拍了拍她 蟑螂萧萧火吧 我们如果出现内讧就正中审浪的监机了 现在解决眼下的问题才是关键 张静明白徐千千的意思 言下之意需要动用全力封杀审浪这本书 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 我要去找父亲,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徐家 半天后张静便回到了怒将军太守府 此时他就静静地坐在张冲对面 看着自己父亲翻看着那本《风月无边》 片刻后张冲默默和上书 紧接着夸赞这本书果然写得很不错 根本不似一个年轻人能写出来的内容 完全挑不出毛病 张静不明白父亲的意思 压着心中怒火询问父亲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可张冲却只是笑笑 我当然可以封杀这本书 但是我不会这么做 你难道没听过 禁书越进越火吗 如果我禁了这本书 反而会助长这本书的风头 你如果想彻底灭掉风潮 那就要杀了沈浪 可如果想让他死 那就必须灭了玄武伯爵府 明白吗 张静听了父亲的话顿时不淡定了 他这是要放纵沈浪去污蔑蔑 这就变相地在打他张家的脸了 可张冲却十分地淡定 对于他来说他张冲只是国君手里的刀 名声根本无所谓 而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玄武伯爵府彻底消失 听了父亲教导 张静顿时醒悟 紧接着张冲问他是不是打了徐千千 听到父亲问话张静猛的一惊 张冲告诫他 记住 千万不要让愤怒占据了理智 会让人看清你的 回去好好表现 对付玄武伯爵府的致命攻击就要开始了 眼界放高 不要再和沈浪这人纠缠了 张静姿是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败别了父亲 他独自走在走廊上 他明白眼下只有灭掉伯爵府 才能稳住燕中夏都督的职位 而且现在也一定要稳住自己和徐千千的关系 他们还需要徐家那十万金币的支持 来堵住那些反对者的嘴 而眼下只能先放下沈浪的事 想办法围攻伯爵府才是重中之重 画面转到伯爵府 此刻沈浪正在房间的墙上写下新仇人的名字 只见他见嗖嗖的说道 哎呀呀娘子 我已经很努力了 为什么这墙上的仇人越捡越多呢 沈浪无奈地看着自家夫君 为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就你这小肚鸡肠的性格 没有这么多仇人才不正常呢 但随即换上一副温柔的笑脸 没事夫君 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 见到沈浪这甜美的笑容 沈浪意识把持不住差点又沦陷了 他赶忙岔开话题跳下扶梯 他告诉沈浪今晚这场订婚宴 可不是一般的订婚宴 这是一场围攻玄武伯爵府的预言 但是只要有他在 谁敢跳出来作死他 就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就在他和木兰谈话期间 小兵跑来传话说伯爵大人让他过去 而此刻伯爵的心情已经跌落谷底 当他看到沈浪 就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 他盗诉沈浪这次张静的定婚宴 有三个嘉宾他完全没想到会来 第一个就是近海伯爵世子唐宇 他近海伯和玄武伯本就有矛盾 可现在竟和新政派站在了一起 第二就是镇北侯二公子南宫廷 他父亲南宫澳乃是越过名将 统帅北边大军 一直以来都是占中立 但这次却派自己儿子来参加张静的定婚宴 这是非常不好的信号 第三个是玄武伯爵最不想见到的 影员会使者 乃是大阎王朝几大钱庄之一 一直以来与老牌贵族关系密切 可他们居然也来参加这场定婚宴 最让伯爵郁闷的是影员会是玄武伯最大的战人 此时此刻的玄武伯爵是一肚子苦水要给这个女婿的 他面对如今的四面楚歌真是心里憔悴了 由于两久伯爵还是用少有的温柔告诉沈浪 今晚的定婚宴他还是不要去了 沈浪一听肯定不干了 他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 而且他也已经知道张冲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了 而后沈浪见笑地告诉伯爵 自己为了安心吃软饭 经常会将自己带入到张冲的位置 绞尽脑汁地想怎么弄死玄武伯爵 伯爵看着他这个没有边界感的女婿 为什么突然有种想抽他的冲动 观众老爷们 看着修长的千千细腿 这胸前的波涛和这杨柳西腰 配上这完美精致的脸 这样恶魔多姿的金木兰你爱了吗 就在刚才 伯爵正为当晚张静定婚宴的事而发愁 可是为金家坠绪的浪爷 怎能让别人欺负了自己的家人 耽误自己吃软饭的享福生活 随即便开始为岳父分析此次张家的计划 岳父您看 黑旗为玄武伯爵府 白旗为蓝山子爵和近海伯爵 一个已投靠新政 另一个是想联合新政将我们置于死地 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郑北侯 他们虽为中立 但一直以来和我们算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 可如今张冲使用手段 让郑北侯的这根天平像的新政倾斜 如此一来 玄武伯爵府就成为了最大的老牌贵族 同时 也就被独自暴晒在国军的新政阳光下了 伯爵听到这里便不服输地说 即使张冲布局 我们伯爵府也是有应对手段的 只见沈浪微微一笑继续说道 岳父大人 这只是张冲的一个虚招而已 他要的就是让我们将全部军力投于郑北侯 来挽回郑北侯 但在我这里 那只是他张冲想而已 他越想我们干什么我就偏不 我们绝不能投任何资源 就让那个郑北侯随便吧 而接下来张冲的第二步 那就是断我们的银根 我们伯爵府欠下的天文数字的债务 一旦资金周转不开那后果不堪设想 而他就是要在完成前两步后 以最后一步金山岛之争彻底消灭玄武伯爵府 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 国军就快要下旨 要一劳永逸地确定金山岛归属 而这一切的始作勇者张冲和祝荣 必定在这件事上部署了至少半年以上 等我们彻底失去金山岛 那债主就可以以我们无力偿还债务的理由 索取我们的抵押物 旺崖岛 如果我们拒绝他们就会请国军出面 那到时候我们就很难对抗 到时候我们资金将彻底断裂 那么就只能变卖土地才设军队 真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真的成为案板上的肉刃人宰割 如果我是张冲就会按这三步走 不知岳父大人和林夫子有何见解 被沈浪这么一分析 伯爵和林夫子顿时震惊不已 难以置信沈浪竟然分析得如此透彻 见二人不说话 沈浪将黑旗落下 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夺回金山岛 获大我们金家的军队 在所有人觉得我们输定的情况下赢回这一局 听完沈浪的话伯爵顿时茅色顿开 原来这就是金氏突出重围的关键 而林夫子更是惊讶于他的这个古言 竟能仅凭一点情报就能分析出这么多东西 但还是说出自己的担心 毕竟现在对抗的不只是近海伯爵府 张冲祝容 甚至还有国君也在背后若隐若现 而沈浪听后并无担心 只告诉林夫子自己尚且只有两个点没有突破 一旦突破就是稳赢 见沈浪如此有自信 伯爵和林夫子不由的张大嘴巴 感叹世上竟能有如此聪慧之人 伯爵更是感叹沈浪入坠自家是屈才了 应该去辅佐君王才是 而沈浪被夸得一时兴起说飘了嘴 说木兰就是自己的女王 无论在床上还是床下 说完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赶忙捂住了嘴 这可是自己的岳父啊 看着岳父的黑脸 沈浪赶紧岔开话题 问伯爵当初老伯爵为何要借这么大一笔钱 伯爵无奈地回忆道 自己父亲当时组建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和一整支舰队 然而却全军覆灭了 听了伯爵的话沈浪也震惊了 这是一个小伯爵才能负担起的 这前任伯爵究竟是要干嘛 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难怪岳父节省二十年都还不清这笔债务 然后伯爵再次劝说沈浪不要参加今晚的宴席 他虽很厉害可也很难敌得过一屋子人吧 沈浪知道伯爵是担心自己的安危 他告诉岳父 只要对方不会对自己动手他就一定要去 要知道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参加他这前妻的婚礼 他要让所有人知道 他们今世不是随便就能欺负了 在一番嚣张过后 沈浪突然对岳父说 三课中后影员会的人会来拜访他 到时不管对方说什么 表面只管点头就行了 听到沈浪的话伯爵一脸不信 他沈浪难道真当自己是沈浪 还能精确到课中吗 而三课中后伯爵就被打脸了 金钟来向伯爵通报影员会的使者前来拜访 交谈片刻他也明白 沈浪是如何猜出影员会的使者会来了 此次前来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告诉伯爵 自己只是听命前来参加张静定婚宴 现在虽是心正当心 但分丰的老牌贵族有几百之多 他们之间的利益已深入人心 因此绝无改变立场之意 伯爵虽想当面揭穿他 但想到沈浪交代自己的话 便只能挤出笑脸随便应付了过去 夜幕来临 张家老宅门外的宾客落意不绝 突然一辆马车吸引了众人目光 只见一个帅气的身影从车上跳了下来 来人正是沈浪 那帅气的容貌直接将新郎官的风头压了下去 没有理会旁人的夸赞 回身牵起媳妇的鲜鲜玉手 当今木兰走下马车的一瞬间 全场爆燃 男人们完全移不开自己的眼睛 那完美的身材完美的面容 可以说就连号称第一美人的张春华都比不过他 当这一对金童玉女走向大门 一路的羡慕极度恨的目光如影随形 沈浪太享受这个感觉了 眼下他真的是迫不及待地想赶紧进入战斗